非常感谢费师兄 还有这个丽菲的介绍 感谢丽菲的邀请 我非常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 向CineEco的老师们 和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最近几年的工作 我先把这个屏幕共享一下 我是那个 11年 就是在读博士期间 有一年在美国访问 然后第一次参加 美国的ESA年会 然后当时就有机会 参加CineEco的活动 然后后来 可能是16年 还有16年和19年 然后也参加两次ESA 每次也是参加 CineEco的活动 每次都很开心 认识好多新的朋友 然后今天是 所以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几年来关注的一些问题 然后做的一些工作 我这个题目呢 是 这个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稳定性 在这个 跨尺度 还有这个跨阴远级的 这么一个体系下 做的一些探讨 那么整个这个研究 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 目前生物多样性 以一个比较大的速率 这个下降 然后这个图呢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说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物种灭绝速率呢 是这个 化石资料所显示的 这个地质实验尺度上的 这个灭绝速率的 100到1000倍 然后 这个模型预测呢 这个灭绝速率将会进一步的增加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就是 首先是这个端性 它 我们怎么能够维持端性 就是抑制这个端性的丧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端性丧失 它有可能有什么样的 这个生态后果 就是对生态系统的功能 还有稳定性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我最近几年的工作 主要是 更多的是 关注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端性的丧失 可能怎么样影响 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 但是从最近 两三年来 我们也开始 关注比较多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 特别是在这种空间系统里面 看这种空间过程 还有这种景观的抑制性 对这个生态性的维持 有什么作用 那么关于 端性和稳定性的关系呢 这个是生态学里面 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问题 这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一些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那么 最早的提到这个 关于端性本性关系的 这个观点呢 就是 这个左边 列的这几个人 就是 埃尔特 奥特 麦卡瑟 他们基于这种 经验的观测呢 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 越复杂的这个生态系统 它相对于这个 越简单的生态系统 比如说农田生态系统来 那么它有更强的这个 抵抗入侵的能力 然后抵抗这个 自然待害的能力 那么所以当时 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 这个端性越高的 生态系统 它的这个稳定性 也倾向于是更高的 那么这个观点 在五十年代之后的 二十年的时间里呢 一直是 就是被大家广为接受 就是 首先是因为这几个人 在生态学领域里面 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他们这个 给出的这个解释 也是非常直观的 那么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罗伯特梅 基于这个 随机矩阵的这个方法呢 它就从数据上呢 给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它证明的是 这个生态系统越复杂 那么这个复杂呢 表现为 这个生态系统 多样性越高 或者是这个 总间的这个 作用呢 越多越强 那么在这样一个 越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下呢 它这个数据上的结果 给出呢 使这个生态系统 越不稳定 那么在这个 罗伯特梅的这个结果 给出来之后呢 就是开启了一个 非常长的一个争论 在这个生态系统的领域里面 可能到现在 有半个多世纪了 大家关于这个 端性和稳定性 关系的这么一个争论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看这个争论呢 就是我们 现在对它的 一个解释呢 就是大家在关注 不一样的这个指标 那么左边这个 艾伯特奥特梅 他们关注的是 这个生态系统层面的 这种稳定性 也就是说 当一个生态系统 受到干扰之后 那么这个 比如说生态系统的 总的生产力 生物量 它的这个 作为一个整体 那么它对于这个 干扰的抵抗是怎么样的 或者它这种 时间波动性是怎么样的 那罗伯特梅讲的 这种稳定性呢 更是 它虽然是 也是指对整个群落 生态系统的一个度量 但是它度量的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 这个种群水平的稳定性 因为这种数学上的概念呢 它要求 它体验的是一种 恢复力的概念 就是说一个 系统受到干扰之后 那么它能不能够 恢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那么这种恢复呢 就要求 这个系统里面的每一个种 都恢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定义之下呢 很自然的 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一个越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话 那么它肯定是越难 这个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就比如我们把一个 把一个飞机拆散了 那我们想把它这个 每一个零件都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肯定是比较难 那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早期的关于 这个端性本性关系的 这个不同的观点 就引发了很多的 这个生态群雅的兴趣 那么在90年代以来呢 就是全球范围内 开展了一系列的 这种生物端性实验 那么在草地森林 还有这个 不同的生物类群里面 都通过这个 设置不同的人工群落 这些群落呢 具有不同的物种数 然后来比较 这个不同的物种数 对这个生态系统的 这个功能 还有这个稳定性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一次同时也发展了 很多的这个理论模型 那么这两方面的工作呢 都是非常大量的 有非常多的工作 那么这里 不去做这个概述 那么总体而言呢 就是 这几十年的这个研究呢 很多的这个实验 然后包括理论模型 也包括这个 越来越多开展的 这种观测性的研究 他们都给出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一致性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生物端性 是可以促进 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稳定性的 那么 这个生态学研究 所给出这么一个结论呢 是不是最终能够 回答这个自然界 自然界中的 这个生物端性丧失 它的一个 生态效应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在做这种转化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就有很多的争论 那么这些争论呢 一个焦点就是说 这个生态学研究里面 比如说生态学实验里面 这些多弯性丧失的这个情景 是不是真正刻画了 这个自然界中 生物端性丧失的情景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质疑 这里我主要提两个方面 跟我自己研究 比较相关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 目前大多数的 这个生物端性 与生态系统功能的 这个研究呢 关注的都是这种 局域的生态系统 那么这种局域生态系统 它指的是这个局部的 所谓的这个 阿法端性丧失 那比如说这个下面这个卡通图的话 就是我们有 一个区域生态系统有两个斑块 那么每个斑块里面 有三个物种 整个区域呢 是有六个物种 那么早期这种 生物端性实验 它关注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每个斑块里面的三个物种 如果变成一个物种之后 那么这个 这种端性的方式 对这个生态系统功能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呢 就是 在13年和14年的时候 在Science和这个 PNS上分别有两篇文章 来 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这个数据 然后 他们给出来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 在这个局域尺度上 生物端性并没有发生一个 一致性的下降 那么这么一个结论呢 它就 对这个生物端性生态系统功能 这种小尺度的研究的 这么一个出发点呢 就提出了一个质疑 但是与此同时呢 大家对于这个大尺度的生物端性 丧失 就是发生在这个 这个区域尺度 大陆尺度的这种端性丧失呢 这种争论是比较少的 那么这种大尺度端性丧失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原因呢 就是这种 所谓的生物同质化 比如说不同的地区 它的这个物种组成呢 变得越来越趋同 那么从下面这个卡通图 来看的话呢 这个就体现为 这个区域生态系统 两个半块 它们这个物种组成呢 变得一模一样了 虽然在每个半块内部 还是那三个物种 但是这两个半块的 这个物种组成 变得都是同样的三个物种 那么区域水分上呢 这个作案性发生的下降 那么这种 这种生物同质化 它对于生态系统 大尺度生态系统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样的 这个呢 研究的是比较少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一般的研究呢 大多关注的是这种 单营养基的系统 特别是这个植物系统 植物系统 比如在草地或者森林里面 但是在自然界中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营养基越高的话 这种顶级不是者 它们面临的这个灭绝风险呢 是更大的 因为它们这个种群比较小 所以它们需要的这个资源量呢 我们知道这个能量传递 然后越高营养基呢 它这个能够获取的这个 有效的这个能量呢 就越少 那么在这两个背景之下呢 我最近几年的研究呢 主要是 试图 把这个多样性与生态性的功能 和稳定性的这么一个 研究框架呢 在两个方向上做一些拓展 那么一个是 把这种局域尺度的研究呢 拓展到这个区域尺度上 那么主要用的是一些 这个集合群落的研究方法 另一个呢 就是把这种单营养基系统呢 拓展到这个多样系统里面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复杂的食物网里面 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呢 我今天主要介绍 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实就是前面两个 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大尺度上 这个生物同质化 它会对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多样系统里面 紧急不适的方式 它会怎么样影响 生态系统的功能 那么在最后呢 我非常简要的提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 就是近一两年来 在开始关注的一个 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集合食物网里面 就是在大尺度的 这种食物网的 创价之下 那么多样性是怎么样维持 以及它的这个后果是 就是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样 那么首先关于 这个生物同质化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 在这个多样性的研究里面 一个比较经典的概念 就是αβgm多样性 那么这个概念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α多样性呢 指的就是 一个局域的 这么一个群落 它里面的物种数 那么gm多样性呢 就是区域的 尺度的这个群落 总的这个物种数 那β多样性呢 指的是这个不同群落 局域群落之间 它们这个物种组成的一个差异 那β多样性呢 有非常多的定义 在文献里面 特别近十几年来呢 很多人来发展 不同的这个β多样性的指标 但是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呢 也是我们 这个研究里面 这个采纳的 就是gm多样性 除以αV多样性 那么这个也是最初提出 β多样性的概念的一个定义 那么在这么一个定义之下呢 我们所关注的这个 生物同质化的问题呢 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β多样性的丧失 那么β多样性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 γ多样性 跟这个α多样性呢 就是越来越接近 就是区域的物种组成 就由这个局域的物种组成 所代表 因为不同的地区 这个物种组成都是一样的 那么类似于这个框架呢 我们之前的研究呢 发展了一个 对这个生态系统稳定性的 一个平行的 这么一个研究框架 我们就考虑 这么一个区域生态系统的话 这么一个区域生态系统的话呢 包括两个半块 那么这个蓝色的半块 还有这个红色 那么这两个半块呢 各自的这个生物量的 这个时间波动呢 我们就是右边这个 这个时间序列的这个图 那么上面这个黑色的线呢 是整个这个区域 两个半块加起来 它这个生物量的波动 那么基于这几个曲线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这个半块水平的 这个时间波动 把它定义一个 α稳定性 这个错了 这个应该是αs α稳定性 那么这个 区域水平的这个 时间波动呢 我们定义这个γ稳定性 那么稳定性呢 我们在我们研究里面 一直是定义为这个 时间波动的一个倒数 就是波动越小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生态 系统越稳定 那么这个 同样呢 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个 β稳定性 那么β稳定性就表示 两个半块之间 它们这个时间波动的 一个差异性 直观上我们想的话 这个差异性越大的话呢 两个半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这种互相的 抵消作用就更强 那么这种抵消作用 就会导致一个 区域水平 更加稳定的 这么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这个β稳定性呢 它其实度量了 这个稳定性 从一个小尺度 到大尺度的这么一个 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β稳定性 根据定义 它一定是大一亿的 所以 稳定性从小尺度 到大尺度 它一定会增加 那么这个框架呢 就被我们建立起来一个 区域尺度的稳定性 和局域尺度的稳定性 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类似的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对这个局域尺度的稳定性呢 做这么一个 类似的分解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群落的 局域群落的这个稳定性呢 分解为这个物种的稳定性 还有物种之间的这个差异性 那么这个差异性呢 我们是一直把它叫做 这个异步性 就是同步性的一个 一个反义词 那么这样一个框架的话呢 它 我向这个 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 就是完全是一个统计框架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横等式 就是它 所以它不会 不会错首先 另外呢 它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知识 它所提供的一个便利呢 就是为我们 理解不同尺度的稳定性的关系呢 提供了这么一个框架 然后呢 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的理解 这个不同尺度的端性 和稳定性的关系呢 提供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基于这个框架呢 我们就开始 试图呢 探讨我们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生物同质化 它有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也就是这个 这个β多样性的变化 会怎么样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在 αβγ这三个尺度上 都分别定义了这个 多样性和稳定性 那么我们就 整体的来看 多样性和稳定性 在这三个尺度 是怎么样相关的 我们刚才 开头的时候也提到 就是说 早前研究 大家对于这个 α的多样 α多样性和 α文定性的关注 非常多 而且给出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一致性的结论 就是一个正的关系 当然这种是 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 就是不是 罗伯特梅所讲的 这种数学上的 这种局域稳定性 局部稳定性的这个概念 那么所以就是 大家对这个α尺度 多样性和稳定性 会预测 它是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正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关注的 主要是这个β尺度的 这个多样性 和稳定性的关系 那么 为达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发展了 这么一个 集合群落模型 这个模型呢 应该是一个最 最减板的 这么一个集合群落模型 就是在这个局部 我们有一些 这个局部板块 然后不同板块之间呢 物种可以扩散 那么在这个局域板块里面呢 物种之间的这种 总监作用呢 由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Lot-House-Row模型 来刻画 就是竞争关系 然后在不同板块之间呢 物种可以发生 这种随机的扩散 那么这种随机的扩散 也是大家刻画 扩散过程的一个 最简单的这么一种模式 那么最终呢 为了这个度量稳定性 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 就是对这个系统呢 增加了这么一个环境的波动 我们看这个 不同的物种 然后局部群落 然后整个区域的群落 对这个波动是怎么样响应的 那么 基于这个模型呢 我们在一些 对称的情形之下呢 可以给出来一些理论解决 就是推导出来 这个不同尺度的稳定性 和多安性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在更一般的意义之下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模拟的方法 来看这不同尺度的变量 是怎么样相关的 那么最终 我们的这个结论呢 就是发现 多安性和稳定性呢 在不同尺度上 都是有这么一个正相关的 那么特别的 在β尺度 这个β端性的丧失 也就是说 这个生物同质化 它是会削弱 这个β稳定性的 那因为这个β稳定性呢 是伽玛稳定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分 那么这种 生物同质化的丧失呢 最终就会削弱 这个区域尺度的 这个伽玛稳定性 那么为了检验 这个理论预测呢 就是 我在解释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分解框架呢 它是一个 完全一个统计框架 它不基于任何假设的 它就是数学上 肯定会成立的 那么后面这个 刚刚 这个β端性的 这种稳定化作用呢 它是基于我们这个 极核群络模型的 它是涉及到很多 这个背景的假设的 所以 这个呢 是需要检验的 这么一个理工预测 所以我们最近呢 就做了一些工作 来具体的检验 这个β端性的这个作用 然后我们用的 这个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 跟这个 实验生态学校合作 我们 采用了这个 在15年的 这个 Folice Isbell 在一篇内成文章里面 收集的 40个生物多元性的实验 来去检验 我们这个 别的多元性的作用 那么这些实验呢 本身这个设计呢 都是为了检验 这个局域尺度的 物种数 对这个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 所以它本身的设计呢 是没有这种空间结构的 那么为了检验 我们这个理论预测呢 我们就 相对构造了一些 这样的空间结构 这构造方法呢 我检验的 这个根据下面这个图 解释一下呢 就是 这个图是 Theta-Carrick 这个David-Tierman 他们的实验 那么在这个实验里面呢 我们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 群落呢 种植的是两个物种 就是说这个 局域的物种数呢 是二 那么在这些样方里面呢 我们 就 随机地抽取两个样方 那么抽取了两个样方之后呢 有的 这两个样方呢 它就是相同的 两个物种组成 那么 它就相当于是作为 一种物种组成的一个重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伯特端性就是最低的 就是一 那么有时候呢 抽到两个样方呢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组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伯特端性就是最高的 那么这就是二 那么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 伯特端性的这个 那么这样 很多的这个抽取呢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 伯特端性的一个梯度 也就是说 我们抽取的这两个样方 它是更加接近 还是更加不同 在物种组成 那么在每一次 这个抽取之后呢 我们也同时计算了 这个两个样方之间 它这种 群落生物量的 这个时间波动 它的这个差异性 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β 这写成βCV 其实就是β稳定性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做很多 这样的抽取 然后最后比较 这个β稳定性 和β端性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那么根据这个实验呢 我们首先得到的 第一个结果呢 就是 我们固定不同的 这个 α端性的这个 也就是种植物种树 这个条件 那么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 种植物种树之下呢 我们发现这个β端性 都可以增加这个 实验群落之间的 这个 生产力的 这个空间一步性 也就是说 我们抽取的 这两个群落 它的这个物种组成 差异越大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时间波动的这个差异呢 也越大 跟我们的理论医测是一致的 那么之所以我们在这个不同的 这个α端性的这个条件之下去 做这个分析呢 就是因为 早前 包括我们自己这个理论模型 也表示这个α端性和β端性 会有一些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α端性的 这个作用呢 控制住 来看这个β端性的作用 那么基于这个实验呢 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结果呢 就是虽然α端性和β端性呢 都具有这种稳定化的作用 对于最后的这个 这个区域尺度的这个稳定性 都有这个正的作用 但是呢 这个β端性的这个稳定性作用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那我们这个 猜想了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实验数据 这些实验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 CZ Crick的实验 还有在这个Ana的实验 那么它最大其实这个尺度 只有10公顷 所以它还是在一个 相对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尺度上 然后呢 因为这个实验过程中呢 他们去做这种 同质化的处理 把这个图整个翻一遍 所以整个这个 这个物理上的这种 空间意志性呢 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想想这种可能是 导致这个β端性作用 相对来比较小的一个原因 那么 第二个这个检验呢 我们是跟这个 Nutrient Network 这个全球的一个 这个营养添加的一个实验网络 跟他们合作 来探讨这个 在自然情络里面 因为刚才是这个 人工种植的这种实验情络 那么这边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自然情络里面 这个端性和稳定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个自然情络里面 这个实验呢 它是有十个处理 那么每个处理呢 有三个重复 分别在这个三个 这个驱阻里面进行 这个三个block里面 那么在全球呢 有我们现在有一百多个 这样的这个站点 在执行一样 这个规则的这种实验 那么在这个实验之下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 处理的样方呢 当成一个集合群络 那么把这个 天降带领甲的这三个样方呢 作为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有实验处理的这么一个集合群络 那么最终呢 我们也发现在这个 自然群络里面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 这个实验处理的这个群络里面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 α端性 还有这个β端性呢 分别对α稳定性和β稳定性呢 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 那么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理论预测 是一致的 但是呢 在这个营养添加的这个样方里面 就是对这个 在这个站领甲添加的这个条件之下呢 这个α端性和β端性的 这个稳定化作用呢 就变得很弱 甚至这个α端性的这个作用呢 整体而言呢 它变成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负的 虽然它不显著 但是这个符号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个呢 就表现了这么一种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营养添加 它跟这个端性功能的 端性文定性的这个关系呢 它是有一个交互作用 就是营养添加了之后呢 它最终改变了端性 对于文定性的这个作用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 简单提一下 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内蒙古 和进行的一个放牧实验 那么这个放牧实验呢 也有四个处理 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对照 然后有三个这个放牧的这个梯度 那么在每个放牧的这个 梯度之下呢 有四个重复 那么这个实验比较好的 就是说这个实验的单元非常大 是120米乘120米的实验单元 然后在每个实验单元内部呢 这个做了 有这个空间结构的这么一种采样 就是采了五个这种小样荒 所以这个就很自然的 就为我们研究这种 跨尺度的这种端性文定性分析呢 就提供了一个便利 那么这个主要是 我的一个博士后 他在这个博士期间所做的 在内蒙古做的一个实验 那么现在我们在 提供这个实验的一些数据呢 在做一些这个分析 那么这个结果简单说一下 就是这个系统里面呢 放的是羊 那么这个羊呢 因为它不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优势种 这个地方的这个优势种呢 它这个羊呢不好消化 所以这个羊的这个取势呢 最终是降低了这个地区的 这个物种多样性 不管是在阿发尺度 还是在北的尺度 那么这种多样性的丧失呢 最终就通过降低 这个物种的异部性 物种的异部性 还有这个空间的异部性呢 最终就降低了 不同尺度的这个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所以这个结果呢 一方面是表示 我们所预测的这个 端性和稳定性的关系呢 它是成立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表示这个 放木本身 它可以通过降低端性呢 来降低稳定性 那么对于这部分 做一个小节目 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么一个 研究稳定性的这么一个 多尺度这么一个框架 把它定义为 αβγ稳定性 那么基于这个框架呢 我们试图呢 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生物同质化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的这个 理论模型 还有数据呢 都表明生物同质化 是有可能削弱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食物网里面的 这个顶级不是这的 作用的这么一个探讨 那么 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种垂直的多样性 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怎么样 因为以往的这个 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 大家关注的都是水平多样性 比如说植物的物种数 或者是某一个营养集 内部的这个物种数 包括这个微生物 浮游 植物浮游 动物 但是这个垂直 对于一个复杂食物网来说呢 它的这个垂直多样性 它是怎么样影响 这个生态系统功能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早期大家关于这个食物链的这个模型呢 大家做了一些探讨 就是食物链 我们知道是 就是简单的 在每个营养集呢 就有三个的一个物种 那么有一个外界的营养输入 那么它输入到植物 然后在网上传递到 食草动物 那么食肉动物 这到顶级不是酒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 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往这个食物链里面呢 蓄贯的去增加一个营养集 那么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呢 当这个垂直多样性 从1到4 也就是从只有植物的这个程度 到包含植物和有这个食草动物 再到最后呢 包含植物 一直到顶级不是的 四个营养集的这么一个系统 这个初级生产力 它是有这么一个 震荡性的这么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震荡性的变化呢 它很直观的 就是它是由于这个 所谓的这个营养集连锁导致的 那么这个营养集连 每增加一个营养集的话呢 它会削弱 这个物种 它的一个下一个营养集 然后呢 释放再下营养集 然后进一步削弱 再下营养集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正数 就是 链状的这么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呢 这个营养集连这个作用呢 大家就是比较经典的概念 然后也非常的直观 但是在这个食物网里面呢 我们想象 因为大家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食物网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种杂实性 包括这个 一种特殊的形式 就是这个集群内的捕食 那么这种捕食作用呢 它就 把这个不同的营养集之间的 这个分离呢 就变得模糊化 就使得这个物种的营养集的分布呢 变得越来越连续 就是出现了好多 比如说 营养集最后算是2.5 2.1 因为这个种呢 它同时取失于不同营养集的物种 那么大家讲这种杂实性呢 它会大大的削弱 这个营养集连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想象 在这个食物网里面 那么这个垂直作用性和 生态系统功能 这个比如说初级生涯力 那它的关系呢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研究呢 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把这个 食物网的这个营养集 最高的这个物种的营养集呢 定义成这个垂直作用性 然后把 这个生态系统 它的这个初级生涯力 定义为这个功能 我们考察这两个指标的关系 那么 对于这个 具体这个技术而言呢 我们是 因为 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呢 我们假定这个系统 达到平衡的 那么达到平衡的话呢 输入就应该等于输出 所以我们 希望去预测这个 理解这个生产力的话 生产力它表示的 其实是一个外界的 这个非生物环境 像 整个这个群络 或者这个食物网 所提供的所有的这个能量 那么在这个 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后呢 这个能量的输入 必然会等于输出 所以我们想去 预测这个输入的话呢 我们就 通过几个方面 几个方面的输出来预测 那么这几个输出呢 就是 每个物种的代谢 以及这个捕食过程中呢 它这个 它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效率去捕食 那么它有一定的 这个捕食 所导致的这个损失 但我们把这两部分加起来了 最后通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 益促生长力 就是这个 olimetric 一些 olimetric relationship 然后就可以呢 在很多的这个禁词之下 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关系 就是 紧急捕食者的这个营养集 跟 这个触及生产力 它最后会形成一个指数关系 那么当然这个 这个推导呢 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假设和近似 所以呢 我们就是 在更一般的情况之下 也做了一个模拟 那么 做了一系列的模拟 那么这个模拟呢 也表示这个 最终这个生态系统 所达到的这个初级生产力 跟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 最大营养集 它是有 这么一个指数关系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呢 这个 15网的这个初级生产力 会随着这个 最大营养集增加 而指数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为什么顶级捕食者 或者这个最大营养集 会影响这个初级生产力 因为初级生产力 不管这个 动物群落 它有多么复杂 那么初级生产力呢 它最终还是由植物来实现 那么这个 15网的这个复杂性 为什么最终 影响了这个植物 所从 外界获取这个资源的能力 那么这个我们 根据这个经典的这个端性 生产性功能这个框架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 试图理解这个过程 那么一个呢 就是从这种互补效应 那么这个互补效应呢 是 多案性影响 生产力的一个 大家提到的一个 可能最重要的 这么一个机制 比如说不同的物种呢 它这个 获取这个资源的这个需求呢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而产生 这种生产位的这种分化 那么所以呢 把更多的物种 放到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对这个外界资源 有一种更高效的利用 那么这个概念呢 在13年的时候呢 这个 Post他们呢 是把它扩展到这么一个 营养 互补性的这么一个概念 比如说在这个食物网 这个系统里面呢 不同的 即使对于不同的植物来说 那么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 不光有这个不同的资源 还有它不同的这个 动物的环境 那么每个植物呢 可能都面临着自己 不同的这个取食者 然后以及这个取食者 它再上层的这个取食者 所以每个植物呢 它所面临的这个生物环境 也是不一样 那么这种生物环境的差异呢 也会对这个物种 植物种之间的这个生产位的分化呢 形成有一种促进作用 那么最终呢 就相对于减弱了 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 直接的竞争 那么所以呢 就是这个 垂直端性越高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动物群络 越复杂的话呢 我们预测呢 这个营养互补性呢 会更强 就是说它动物呢 会为植物形成一个 这个更抑制性的生物环境 然后促进这个植物 它的这个共存 以及它们实现功能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发现在 这个是通过我们的模拟呢 发现 这个动物群络的存在呢 它会对植物形成一种选择 那么这个动物群络的 端性越高的话 我们发现 这个植物群络 它最终会向着这个 更大的这个个体去 就是这个植物群络 这个平均的个体呢 会变得更大 我们这里面 没有进化的过程 但是这个 因为有这种物种组成 有的可能是更大的 这个植物个体的占优势 有的是更小的个体占优势 我们发现这个 动物端性越高的话 这个大的这个植物个体 它在这个群络里面 是更加占优势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这个动物群络呢 它也会对这个植物群络 形成一种选择作用 那么这个更大的这个植物体呢 它在这个能量利用上来讲呢 它是效率更高的 因为 根据这个代谢理论 我们知道 这个生物体这个代谢呢 跟自身这个重量呢 它是一个四分之三的 这么一个指数率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代谢 它跟自身这个质量呢 是一个负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 结果之下呢 我们发现这个垂直动样性呢 它是可以促进 这个生态情络的稳定性的 所以我们接着 希望理解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这个在复杂食物网里面 这个动样性 它本身是怎么样维持的 包括这个垂直动样性 还有水平动样性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食物网的结构 当然影响这个动样性的维持 有非常多的方面 包括外界环境是怎么样的 然后包括这个 生物群落自身的 这种组织形式 所以我们这里关注 更多的是这个 生物群落自身的这个 组织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里啊 我们只是在 刚刚开始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就是 最初关注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 某一种 这个一种特定的 这种杂实性 也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集团内部识 就是inter-guild position 那么集团内部识呢 这个直观上来看 就是比如 这有个 是一个跳虫 那么它有 几个捕食者 这个 满虫 然后乌公 蜘蛛 那么这几个种呢 都不是这个跳虫 那么同时呢 这几个捕食者之间呢 它们又有一种捕食关系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 集团内的捕食 基于这个水生数网数据的一个分析呢 也表示 当这个捕食者 它同时捕食不同营养籍的这个猎物的时候呢 它最终形成的这么一种捕食格局呢 它是 捕食者它会 从这个低营养籍 获取更多的能量 就是说它更多的 大多数能量呢 不是从这个高营养籍的猎物来获取的 而是从这个低营养籍的这个猎物获取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集团内捕食 这个普遍性的同时呢 我们又现在接触了一个就是 这种集团内捕食的一个经验格局是怎么样的 那么接着我们就希望理解 这个集团内捕食它的作用可能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作用呢 在我们这个研究之前呢 我们预想它可能是两方面的作用 一个是这个集团内捕食 它有可能会 因为它会 使得这个 这个营养籍内部的物种 这个互相取食 所以它本质上会降低这个能量 从低营养籍向高营养籍这么传递的一个效率 那我们知道 这个营养籍的传递效率呢 本身就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种集团内捕食的存在 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个传递效率 所以这样的可能 至少对于高营养籍来说 它是不利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 能量的传递呢 它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 就是如果低营养籍像高营养籍 这个能量传递 它越快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高营养籍就会对低营养籍形成一种更强的 这种所谓的滋上而下的作用 那么这种比较强的滋上而下的作用呢 它会产生 这个是在70年代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种这个 理论假设 就是所谓的这个负极悖论 就是当这个两个物种 它的捕食关系变得非常强的话呢 这两个物种形成的这么一个捕食系统呢 它会变得不稳定 这变得不稳定呢 这个不稳定性呢 可能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终会通过这个随机性呢 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崩溃 所以这个集团内捕食的作用呢 它通过降低这个能量传递呢 它可能会产生一种稳定化的作用 虽然 它使得这个传递效率降低了 但是它有可能促进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最终想象呢 这个集团内捕食的作用呢 它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 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个作用性的维持 一个是它对这个效率的影响 它会降低这个传递效率 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降低效率呢 可能会促进这个物种之间的这个稳定性 所以最终呢 去理解这个过程 我们就做了一些模拟 那么我们从这个 这么一个复杂的食物网 那么这个也是计算机生成的 基于一些这个经典的食物网模型的算法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生成一些食物网 那么在这个生成的食物网之后呢 我们随机的去去除 这个同一样机内部的这种不是关系 比如说这个黄色的这一层 计算机内部这种不是关系 我们把它去掉10% 那么去掉20% 一直把它全部去掉 或者呢 我们是把这些 这个 这个同一样机内部的这种捕食关系 变得越来越弱 就是让它的 这个基本上不存在 但是也同时也存在 这个结构不变 那么这两种关系呢 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最终呢 就是我们发现 随着这个集团内捕食的增加 那么这个 复杂食物网 它所最终达到的这个多样性 以及这个 不同一样机的生物量 这个不同一样机之间的这个能量流 它们都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增加的 那么这个增加 所以就最终体现为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效率 一个是稳定性 那么最终呢 这个我们能够体现这个 稳定性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它是更加重要的 那么当然的效率呢 在一些情况下也很重要 当这个外界的营养输入非常低的时候 让我们的模拟也发现 这个多样性还有这种能量流 它们随这个 集团内捕食的这种增加 是变得非常弱的 甚至就平了 就没有这种再增加的区域 所以当这个外界能量输入 很低的时候 那么这种效率的作用 就开始实现出来了 那么对这个第二部分 做一个小节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理论模型预测呢 这个垂直多样性的降低 或者这个顶级不热的丧失 它有可能会削弱这个复杂 食物网里面的这种触及生产力 那么另外我们 发现一种这个食物网结构 也就是集团内捕食 它在整个这个 群落层面来讲 它是可以促进这个多样性 和这个生产性的生成力 那么最后我就用几张片子 简单的就向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在关注的一些 在这个集合食物网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大的这个区域尺度上 来看这个复杂的这个食物网系统 它里面的多样性维持 那么这个模型框架 大概就是我们想象是这么一个系统 就是在一个抑制景观上 那有不同的这个斑块 斑块有不同的这个面积 之间呢有这个 它们有相对位置 那么距离大小 那么在每个斑块上呢 都有一个潜在的这么一个食物网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系统呢 我们直观上想象几个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至少有这么几个 那么一个就是说这个景观的 这个组织形式是怎么样的 这个斑块的面积 以及它们这种空间分布是怎么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物种在这个斑块上的 这个景观上的扩散 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速率来进行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局域斑块里面 物种之间的这种种级作用是怎么样的 那么在这几个因素里面呢 这个景观的组织形式呢 可能是一个 我们看上去来说 是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斑块 然后还有它们之间这个距离 但那是一个非常高位的这么一个输入 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借用了这么一个 集合种群的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集合种群模型呢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模型框架 在Levins在60年代末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集合种群模型 那么在它早些天提出这个集合种群模型呢 它是采用了这么一种 所谓的空间隐性的这么一种框架 比如说斑块呢 它是面积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在这么一个系统之下 很容易得出来这个 一个物种在这个景观上的一个生存呢 要求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这个局部斑块的这个灭绝速率 要小于它的这个重新建制的这个速率 就下面这个所表示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集合种群的这个模型框架呢 在后来呢被很多人发展 那么其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就是 Hansky所提出的这个空间显性模型 那么这种空间显性的模型呢 它就具体的刻画了不同斑块的这个面积 以及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对距离 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结果呢 就是它们提出了这个集合种群承载力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集合种群承载力呢 它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概念 它基于的是这个景观所有的斑块 它的面积还有它们之间的相对距离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景观矩阵 那么这个景观矩阵的维度呢 跟这个斑块的维度 斑块的数目呢是一样的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景观矩阵呢 它去计算这个矩阵的特征根 最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 集合种群承载力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得到这个概念之后呢 它们推导出来这个物种 在这么一个意指的景观上面 它的生存条件是集合种群承载力 必须大于这个局部灭绝速率和建制速率的意指 所以它就把这个Levins的这个结果 做了一个拓展 那么就是这个Hansky和这个Ovorskinen 他们提出了这个集合种群承载力的这个理论呢 就为我们刻画这个景观的这种组织 景观半括的这种分布 对于种群的作用呢 就提供了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基于他们的这个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呢 我们主要探讨另外两个方面的 它对这个物种共存的影响 一个是这个扩散模式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总监的相互作用 那么这两个呢 是在他们 特别是这个总监相互作用 在早前Hansky的模型里面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的 都是单物种的这种集合种群模型 那么首先这个扩散模式呢 一个经典的假设呢 就是一个半块越大的话 那么我们想象它的种群是越大的 所以它这个迁出速率呢 是更大的 那么这是一个 也比较直观的假设 但是后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些文献的这个收集呢 包括 比如说我的一个合作者 这个Floren-Artmart 他在自己的这个研究系统里面呢 这种 就是这个 延迟系统里面 就是海边的这种小的这个 石头形成那个 那个小水泡那里面呢 他研究了几种水藻 那么这几种水藻 它的扩散呢 因为它是这个 小水泡只有风干了之后 它才可以通过风来传播 在不同的半块之间形成扩散 所以一个半块越大的话呢 它是越不容易这个 发生这个干涸 然后从而实现扩散 所以在他们这个系统里面呢 这个半块越大的话 那么它就扩散能力呢 是越差的 那我们做了一些这个 简单的收集了一些这个文献呢 我们也发现这个 迁出速率跟这个半块面积的 这个关系呢 确实是有 这个增加的 这个降低的都存在 所以我们就 具体的探讨了一下 这个假定 对于这个 种群维持的一个影响是怎么样 那么最终我发现了 这个 半块面积和 迁出速率的这个假定呢 对于 一系列的这个 理论预测呢 它都有一些定性的影响 那么这些 理论预测呢 它对于保护生物学来说呢 很多是有 很 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 这个借鉴意义的 那比如说我们 看这个半块的这个 重要性 那半块重要性 就是体现为 把这个半块移除之后 它对这个 种群维持的影响有多大 那我们发现 这个半块的重要性 跟这个面积的关系呢 在这个 早前这个经典的假定之下 也就是说面积越大 这个迁出速率越大的 这种假定之下呢 它是一个正关系 也就是说半块越大的话 它的这个重要性越大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 这个反过来 这个 迁出速率跟面积 如果是一个 负关系的话 那么这种 半块的这个面积呢 就对它的重要性 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终产生影响的 就是这个半块的数量 所以在这两种 假定之下 它对于这个 保护区的一个设计呢 就给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建议 就如果这个 迁出速率跟 半块的面积 是一个正相关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这个 保护设计 设计这种 单个的大半块 但是如果是 这个 迁出速率跟面积 是一个负关系的话 那么 我们的这个 模型发现了 这种多个小半块 它的这个作用呢 是更强的 那么最后呢 这个最后这张片呢 就是我们讲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这种 总结作用 对这个 在抑制景观上 这个端性 维持的影响 那么这个呢 是呢 我们把这个 Pansky他们 这个集合种群模型 扩展到了一个 集合群落模型 还是在这种 抑制景观上 有这个半块的面积 还有这个相对距离 那么在这种 犯下之下呢 我们 这个细节 我就不介绍了 就是最后的一个 结果呢 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甚至可以 推导出来 就是一个景观 它可以维持的 这个最大的 食物链的长度的话 可以由 一些因素来影响 那么这些因素呢 就是它会随着 这个集合种群 承载力的增加 也就是LAMT 它表示这个 景观的这个 半块的面积 还有他们这个 连接度是什么样的 另外呢 它会随这个 自上而下的 这个作用的强度 增加而减小 就是说 这个高阴氧级的物种 它能够降低 低阴氧级物种的 这个生存率的话 那么这种作用越强 它这个食物链越低 这个也是非常 直观的一个作用 那么最终对我的报告 做一个总结的话 就是我们在这种 空间的 多尺度的框架之下 还有这个食物网的 这个框架之下 研究了这个 作用性和 稳定性 还有功能的这个关系 那么 一些简单的 这个结论呢 就是我们发现 这个生物同质化 是可以削弱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的 那么顶级物质的丧尸 它可以削弱 这个生态系统的 触及生产力 我的介绍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